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靠自己 肯定的困难那一刻你才知道 自己应该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把它走出来 对我来讲就是训练 因为训练结果足够的安全 每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安排得非常满 我只有在训练场上我才能正好去表现自己 正好去满足自己 当你从两个月的阵暗时刻再慢慢训练 差不多已经那个一个半月之后 我发现自己身体的各项技能 包括我的心态都非常好 那时候我就慢慢对比赛很安 我走出来第一时间我告诉公司 我说我要打比赛了 我想比赛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想 我就觉得我自己走出来 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我只是觉得这两个月的时间很难走 但是没有想过放弃 相信你自己 只要你不放弃 那么一切就有重生的可能 中国青年永不可破